男助赫自出道以来一直以生情暖男形象 辱获众多女粉丝的心 被大家称作男朋友 人气是相当火热 而最近才以25、21更加圈粉无数的他 竟然被爆料其实是校园霸凌的加害者 电视里的温暖形象全是演技 据还没报道 爆料的受害者表示 自己被男助赫等15名校园混混 霸凌长达6年 他们不仅会在吃饭时间故意推开他插队 还会朝他的位置丢铅笔心 在他要坐下时拉开椅子让他出糗 有时还会叫他跑腿买面包 被路骂殴打更是常态 而且受害者还不止艺人 那些被霸凌的同学们至今都还在接受心理治疗 完全没办法看电视 消息一出是让大批粉丝超级震惊 直呼不敢相信 知人知面不知心 说他之前还拍了部学校2015有点讽刺 不过因为爆料者提出是一本毕业纪念册 好多人也认为证据并不充足 稍早难祝贺的经纪公司则发出声明 强调在跟本人确认过后 爆料内容完全不是事实 说未经确认的八卦留言 已经给演员及其家人带来巨大的痛苦 他们将起诉报导源头和造谣者 来捍卫艺人的清白 来捍卫艺人的清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